不者自问从小到大都不是一个省家的人,但都知道,接见是美得,不过,有时候应省得应,应是得洗,如果应该要花的钱,都因为要省要不舍得花,到最后可能得不常失,后悔以来得太迟了,不者早阵只见到有一名业主在Facebook的业主群组发帖问。 他的租客已经租了九年,期间一直准时交租,又未曾是要求换这样换那样,现有一,两样电器坏指,要求业主更换,业主就问其他群中的收租客,更换电器是否应该由他来负责,还是应该由租客负责,或是一人一半,在留言回复的谷有中,虽然都有小部分说,应该依租约内容来决定者不费用应该由谁来负责。 但其余绝大部分人都指,费用应该由业主来承担,有人说租客都已经帮你租了九年,帮你供了九年楼,换几件电器都不是太过分,又有人认为,用了九年的电器坏了都只是自然损坏。 应该由业主来负责,事后不者同一名业主朋友谈及此事,由于这名业主朋友出名沽寒,本以为他会觉得应该一人一半,或应该由租客负责。 谁不知,这名朋友二话不说,就表示应该要由业主支付,还表示提出这个问题的业主抵骂。 更说除了老婆之外,租客是世界上最不能得罪的人。 他又指,作为一个业主,不会希望失去一个帮你供楼的人。 其间不者都有计数,当换两件电器大约一万,你不愿意换,最后租客万一要走,你又要再找新租客,经代理租出又要付半个月佣金。 而且,上手租客已住了九年,再起你的租客,都会有自然损耗,你又要再找人装修清洁才可租出。 而且,如果租客走了,你最终都要出钱换过原先话坏了要你换的电器才可以出租。 结果,要花的钱还不知是你换几年电器的多少倍了。 其实沽寒业主又何止一个,早阵子都有朋友租了一间楼,由于看楼时单位都以截电截煤气,所以有部分炉头或电器都是朋友搬入后才发现有问题。 于是向业主提出要换,业主当时未有一口答应,而事先向促成者中租墓的代理查询应该由谁人来负责。 当然代理都会说是业主负责,并指,如果是残或旧,要换可能是租客负责,但如果当初看楼时有放出来的东西,业主就有责任确保这些电器是可以运作,否则就要更换。 对着点感官,按个币 packing的电器效果可否则这种方法不� passe多吗? 对?